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法老 你们好 大家好 我是Tango Z 你们好 我想你们发就是Tango Z 你瘦了 Tango Z 你瘦了 Tango Z 你好瘦 Tango Z 你太瘦了 法老 你太瘦了 你应该多吃点 这段剪掉好了 这个是什么呢 什么意思 它代表的是奇幻时光 好 那现在就进入我们平行时空的问答环节 我想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武术家 就好像是那种打起来很厉害 想成为一个像彭苑一样的人 他身材好 然后没有人催他结婚 就跟超人一样嘛 就无所不能可以吗 因为我刚看了今天的新闻 我希望就是可以治愈病毒吧 我感觉 busy吧 2021年我一直在各种演出 然后到年底现在才有空开始做新专辑 必然且偶然嘛 就我知道我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必然会去不停地写歌不停地去演出 希望有更多的生活吧 我觉得有生活才能写出更好的歌 不要忘记自己是因为喜欢这件事情才去做的 B站定流 治愈我失眠的这个工具吧 我每天都睡不着 然后我就刷 我们的节目就是你可以在同一个主题看到 我和法老是两个人不同的演绎 能够在9点钟就睡觉的夜 失眠太严重了 今年最美的夜是在法老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喝了酒之后在法老家吃了一碗龙奇给我煮的米线 真的 那个不只是最美的夜还是最美味的夜 因为它那个米线真的煮得非常好吃 能让终极都产生幻觉的时空 难道你不想来吗 那我不知道 那我真不知道 我有猜测过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因为它的厂牌叫Walking Dead 早期有一个中文的名字 所以它又叫法老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套 跟Walking Dead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 就是我带那个Durag 然后他们说你长得好像法老 然后我就说那我就要法老了 其实因为我取名就是非常的网络 因为我以前觉得就国外那些rapper都是 就是比如说他叫什么詹姆斯邦德 他叫JB这样 Justin Bieber就JB这样 对我开始叫TZ 然后我发现有好多叫TZ的 然后我就把这个T改成了 因为我是学民航的 民航英语里面每一个英文字母有不同的发音 T就发Tango A是发Alpha B是发Bravo 你这个比我有营养多 我有一些专门针对于别人催婚的一种技法 就是一个是假装耳聋 就比如说爱琪 就说什么 什么 就故意假装听不到 然后就是上厕所 还有一种就是好着好着 因为我们家不争气的孩子比较多 就是好多都是需要被催婚 就是把剑引到他们这样 就是有当时草船借剑的概念 这是你拍MV的时候 我那时候胖的 但其实你的骨架是 脸的骨架是小的 是 但我肚子巨大那时候 就是吃是吗 吃出来了 笑脸暴力 我们当时拍了很多短剧 这个短剧到现在还没发呢 收获了今天的快乐 六分吧 六分吧 就我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容貌焦虑 就你现在出去演出 你发现你身边的那些人都长得很帅 就平时一个人待在家里没事 就照着镜子发现哥们好像还可以 但是人就不害怕比较 我也容貌焦虑 但是我从小就比较自卑那种 然后我就会比较躲起来 健身肯定要坚持健身 这是电帅最有用的方法 你没发现就是去巡演演出完之后的行程 比演出还要更累吗 更艰苦 你说是训练什么的那些 不不就是你演完不是要去吃饭 我很少去的 你一般不去 对 因为我不喝酒了不太吃夜宵 所以就我尽量能不去就不去 因为他们厂牌我除了没有他的威信 每个人我都有 就都是我的朋友 然后有一天他说 因为我那天就在上海 他说你今天来吗 但是我已经买了当天晚上7点多回杭州的票了 他说你今天晚上这个局一定要来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这辈子反正看到法老请客喝酒 一会加一会 等一会回家的 没加 主要是没有机会碰面 对对对 主要是因为我台下太笑拉了 所以我台上稍微正常一点 他们就会觉得 就正常 这个我觉得大家对我有些误会 其实我反复就说 我人生我最喜欢的音乐人是周杰伦 我最喜欢周杰伦的那首歌是 娃姐 但是他是给南泉妈妈写 说着笑着的午后 终身一直在停留 风声紧紧躺着在诱惑 我一个人 我打拍子 你干啥呀 差不多了就这样子 我有个那个 舅妈的这个 侄子 侄女还没有见 侄子女 夸张侄女 而且她在杭州工作 真的 可以联络一下等我加微信 好的好的 好 指手画脚 我们会限时两分钟 然后一个人举着提板 拍一个人手脚比划 然后全部你到齐猜对 这位挑战成功 我来猜吧 我比较聪明 好 哈哈 要那个 三二一开始 四个字对吧 三个字 写弹幕 给弹幕 给弹幕 你不说你很聪明的吗 我来猜吧 我比较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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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想一个 两个字 叮 投蓝 投 投臂 联麦 跨年晚会 啊 四个字 第一个字对吧 第一个字对吧 纸 上 这是什么 这个叫皮肤 皮肤 这 第一个字 啊 第什么个字 第一个字 这是什么 键盘 一键是什么 啊一键三连 哎 可以这样说吗 呃 干杯 啊 非常遗憾 两位能吃饭 没关系 我可以通过这个游戏 知道就是法老的聪明才智 我觉得也是 嗯 哈哈哈 谢谢 绷不住了 以我的理解就是一种按耐不住心情的感觉嘛 就是如果造句的话就是绷不住了绷不住了为什么跨年晚会要到跨年那天采播我现在就想看 哎 来了 痛苦面具 希望大家看完跨年晚会把痛苦面具摘了 我们一起快乐跨年迎接明年这个快乐面具的一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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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年见 明年见 有时有度 OK 好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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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